你好 欢迎收看6月5号大花脸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花脸庆祝国团级幼师青年服务协会举办 女力成长学院身心智商 抒压还有手作疗愈课程 为忙碌于职场和家庭的妇女们 来提供压力排解专业咨询讲座 也为女力志工来培养手作艺能 简安现场游淑泽特别前往参与 并且感谢妇女姐妹们平常分工 承担起社区关怀的服务工作 也让简安相各项推展可以更顺利美好 花脸庆祝国团和幼师青年服务协会 在简安相举办了女力成长学院 身心咨询抒压及手作疗愈课程 希望可以为忙碌在职场和家庭的妇女们 排解压力促进正向的人生观 那我们这次就是结合花脸庆政府 还有花脸庆吉安相公所 来办理这一次的女力成长学院的 一个研习活动 一系列的我们总共会办理了6场 那第一场是在花脸市已经办理完毕 那第二场在吉安这里 对接下来还有在凤林玉礼 还有秀林跟妇礼 然后我们的课程是有结合了一个 书压的讲座 还有一个书压的手作 生活上能更成长 吉安相长游淑珍特别出席 肯定妇女姐妹们的最佳女力 来协助社会和家庭更圆满幸福 谢谢旧国堂花脸县团委会 在我们的吉安办理一系列的成长营 无论从今天的女力的成长 以及亲子的研习 还有团康动能的研习 跟所有励志的课程 慢慢的来作为一个长期中长期的延伸跟分享 我们相信在资讯的时代里面 在我们非常劳碌的社会层面 我们也希望带来更多的学习 尤其是女生 要好好的爱自己 要自己学习成长 带来满是家庭的欢乐 跟如何来共同 培育家人感情的一个素养 我相信这次都是我们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 吉安场活动特别邀请到专业心理智商师 来进行辅导讲座 还有花脸老师现场首作 索拉花脸教学 让参与的学员身心灵都可以放松 旧国团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各项创意课程 帮助民众创造崭新内涵 进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 借旅会见相报道